蛋仔请记住,蛋仔请记住,蛋仔岛中的饺子,大家千万不要连续吃五个,蛋仔岛中的饺子,大家千万不要连续吃五个 为什么 伙伴,快看呀,我们的蛋仔岛上更新了一种食物,这种食物名字叫饺子,伙伴,伙伴,众所周知,我们捡到饺子可以吃呀,你们不会以为蛋仔岛中的饺子可以随便吃吧 嗯? 伙伴,错,大错特错,蛋仔派对,你千万不要连续吃五个饺子,不要连续吃五个饺子 为什么 众所周知,在蛋仔岛有很多食物,伙伴们,快看一下,蛋仔岛中的缩小药水食物,我们喝下去,我们的蛋仔就会变小,对吧 快看,我们的蛋仔岛上出现了一种新食物,名字叫饺子,伙伴们,我们吃下饺子,它和巨大化的功能是一样的 伙伴们,我们吃下饺子,蛋仔派对大一点,蛋仔派对,你千万不要连续吃五个,你千万不要连续吃五个饺子 为什么 注意看,今天我在蛋仔岛吃饺子的时候,伙伴们,我吃到第五个的时候,你们看我的蛋仔竟然会撑得一动不动,直接坐在地上,探索了行走的能力,变得像卢天轮一样大 所以我才说饺子不要连续吃五个,你们知道了吧,饺子千万别吃五个